錄下捷運廣播 熟悉的聲音由您來配音 这是台北市管傳局策劃的 北捷探索隊特展互動遊戲 7月1日起到10月31日 在台北探索館展出 除了遊戲還複刻北捷車廂樣貌 讓民眾走到台北市政府裡頭搭捷運 今年2024是台北的交通安全年 也是捷運公司成立30週年 也是我們大力在推綠運輸的年代 所以透過這次的展覽 我們期待全體的市民 包括外線市來參訪的民眾 都能夠提高對於綠運輸的重視程度 也大家能夠積極參與愛地球的活動 所以我們這次的展覽 希望透過捷運從開發的過程 一直到現在營業成果等等的 能夠讓民眾更加的 對於交通安全的重視 還有綠運輸的重視 我們這次的互動裡面 有民眾可以自己來錄 我們捷運的廣播聲音 那錄了之後 可以下載之後傳給朋友來分享 那另外有一個彩繪活動 那之外還有一個光雕 所以其實其中設計了很多互動的遊戲 可以讓親子同遊 也可以呼朋迎辦 大家一起來這裡觀展 並且觀展之後呢 還可以參加抽獎 那所以其實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活動 從現在開始到10月底子 歡迎我們的市民朋友還有各縣市的朋友 都能夠到台北探索館來參加 來觀展 而捷運小知識裡面啊 大概可以請我們的這個參展 就來觀展的朋友們注意一下 我們譬如說捷運哪一條路線最長啊 那哪一個捷運站的出口數最多啊等等的 台北捷運通車營運至今已服務超過130億人次 載送著人們往來不同的目的地 可說是陪伴許多人無數回憶的運輸系統 一系列的小知識也在展覽中呈現 幫助大家回味當年 那捷運系統在台灣的交通史上 它是一個非常受注目的一個重大工程建設 想當年三七年前我們捷運群六件齊蛙的時候 那一種盛況是台灣所謂的工程界工程史上所發 而且是影響層面之大 那個是在當下是很難想像的 所以我們也很高興能夠在這個階段裡面 一剛開始我們在做的時候 當然就講六件齊蛙 一剛開始在做的時候 是承接了國外的技術跟經驗 也就是國外的問團 那接下來經過我們的地點之後 自己再往後從初級入老做到目前 那目前自己供應152.3公里 跨雙北 那我們現在每天的服務旅客 大概有兩百萬 前進兩百萬的旅客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大的綠藝術的交通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有一個攜手合作30年的捷運公司 捷運公司跟我們一起攜手合作 那捷運公司不僅在業體上很認真的專業 跟在營造所謂的城市環境 它不斷的一直在創新 所以台北市双北市政府的民眾非常幸福 能夠在世界一流的捷運裡面 有這樣的交通運輸的服務 那也讓台北市成為亞洲最適合居住的城市之一 我們不是唯一人之一 那我們未來有沒有其他工程有 跟大家報告 我們現在在建工程還有48公里 規劃工程就是民生汐止段台北段10公里 加起來總共還有51公里 就是說我們在10年之後 會邁進了210公里的營運路網 182個車站的營運路線 所以未來這個城市會變得更精彩 而且交通更便利 很多現代的小朋友都是跟捷運一起長大 其實我也是 我們民國76年年大學之後 我們那時候就開始說 我們國內的首條 或是說台北市的捷運 要這個 該講到六屆旗吧 或是萬屆旗吧 我就是在那個 學生時代 就感受到捷運 即將改變我們的生活 那當然一開始我們都在工程集圈也 很多的困難要來克服 包含這個 在市營運的時候 各方面的挑戰 那85年也剛好就 這個紀錄了公司 那就一路 公司這個85年通車 我們現在其實剛才提到 已經通車28年 公司在通車前兩年成立 所以今年剛好是這個30年 那其實公司30年的一個過程裡面 大概也可以分 假設五年是一個階段 其實已經可以大概 該分成這個六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我們這個 一年一條 五年五條 馬特拉不拉 自己拉的階段 那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事實上這個路線還是不斷的在 這個延伸 那那時候 第二階段 我們公司的這個 可靠度 所謂可靠度 就是系統穩定的一個程度 那時候已經連續了五年 是世界第一 當然我們現在成績比那時候 已經有好到不早幾倍 我當時就是那樣的一個狀況 之後 在這四年期間 我們中紅綠局 藍湖條線 都有各種程度的一個延伸 那之後 這個公司也受這個 市政府委託 額樂貓籃小巨蛋 在這個 移眾我們公司的一些機械 還有這些電機的一個專才來 提供市民的服務 那當然這 這疫情期間 我們 這個 客收 就損失了一百億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 一個 沖洗 但是我們 這個在市民的支持 跟這個 任性的 我們的一個企業任性 我們還是 這個走過了這樣的 一個 殘蛋的一個期間 我們 剛才局長提到 我們現在 醞釀有恢復到 每天兩百萬人次 那 累積的運量 在今年 要達到一百三十五億人次 那這個是在 國內 所有的運輸業 是非常高的運輸量 特展由 嗨派人聲樂團 以阿卡貝拉演唱捷運 進展音樂 為特展開幕天菜 除了帶領大家 認識台北捷運 也有許多 小志工研席音 逃生體驗任務 闖關體驗等活動 歡迎搭小朋友 一同來參加 好 在郵警長官 記者問君 台北報道